争议最大的歌手 很多人说他唱的乱七八糟 一顿胡喊 这一期的人家不胡喊了 安安静静就一把吉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果然不出我的所料 应该会来一首比较安静的歌 因为第一期唱完之后 大家都在热议 很多人就骂他 说他唱的乱七八糟 黄轩其实是一个音乐审美的分水岭 能接受黄轩的 但不能接受黄轩的 音乐圈里面的人 对黄轩的评价是都非常的高 黄轩是这场里面 我觉得唯一一个华语歌手里面最放松的 就是这种放松程度 可以跟亚当PK的只有黄轩 你别看他自己一个人 拿了一把吉他在那唱 他其实内心是放松的 对于一个歌手在舞台上表现 我们可以通过眼神 跟他的肢体看出来 虽然抱着一把吉他 潜迎低唱 但是他内心是非常自由的 这就是一种自信 第二 就一把吉他的演唱方式 非常的难 因为他把人声全暴露在我们的耳朵面前 没有更多的乐队来包裹他的声音 就一把吉他 所以这里面你稍微有一点点音准 有一点点声音的控制上的问题 都会非常清晰的暴露出来 所以说这特别考验 他没有听到黄轩有太大的失误 这是他的控制 非常的棒 第三个对于声音的这些层次 虽然这首歌不是特别大的歌 但是他用到了很多的声音的处理方式 真假混的这种结合 我们一个歌曲里面 考验一个歌手声乐技巧的好与坏 其实还是有标准的 我们今早讲审美没标准 唱歌没有什么标准 感情打动了就好了 瞎扯 其实在音乐上 在声乐上 他还是有标准的 黄轩就是一个标准 他的音乐 你听他的演唱 他在声音上的那种真假混的 那种结合 那种对比 那种层次的那种处理 是非常 他的声音里面听到了 这个流行演唱的这种声音的各种层次的表现 就是你能不能够抓住捕捉到这一点 就是说明你对流行音乐 流行演唱的一种认识有多高 如果你抓不到这一点 说明你对流行音乐的认识还是比较浅的 如果你是一个流行演唱的从业者 或者是一个老师 你也接受不了黄轩的话 那我就劝你最好不要叫流行音乐了 这个是虽然有些人可能达不到这样的一种演唱水平 或者我们也不一定会去演唱这种风格 但是对于搞流行音乐的人来讲 一定要接受这种风格 如果你不接受 那就说明你还徘徊在流行音乐的门外 对于是祝福的这种风格 我就把音乐都放在那里 让音乐队的更好 我们现在来说明你都将感觉状态的 所以你 的道 id